欢迎来到KK音乐 和孟会员赢了 所以这一场 他们可以不参加 第一个出场的组合是欢乐飞虎鸡 周传雄与路虎全心合唱的雪落下的声音 两位歌手用自己的方式 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没有任何花哨的技巧 也没有华丽的语言 只有一种淡淡的哀伤 轻柔中带住哀伤 歌声悠长 歌声动人心魄 副歌飘飘荡荡 让人有一种置身于冬季飞雪之中的错觉 路虎陈楚生 苏醒 王立新 张衍 王征亮 在周传雄的指挥下 给路虎做了一首歌 每一句虎鸡加油 都是对所有人说的 人生的每一次相遇 都要好好珍惜 路虎全神贯注地听住 没有注意到弟兄们的合奏 终于把他感动了 第二个出场的组合是老马与杨高 杨坤和马佳琪的自己 配合得天衣无缝 让人热血沸腾 杨坤和马佳琪在大荧幕上的对话 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马佳琪说到这首歌 心中一动 从2017年开始 他就一直在做住自己的事情 他从小就喜欢唱歌 后来去了公司 和朋友们一起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才有了现在的自己 人人都有平凡的一面 我们要直面这一面 要敢于直面 就如这首歌曲所唱 跌倒了 就站起来继续进步 继续前进 杨坤说住 他的前辈 就像是一位前辈 他的话语 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 甚至还夸奖了马佳琪 他很有才华 很喜欢音乐 前途无量 马佳琪说和学长们沟通时 感觉非常安全 他们是一对非常有默契的音乐伙伴 同时也是人生的挚友 第三位出场的是热奇腾腾 他的名字叫 肖敬腾和张琪全新改编的 五家铺2021 一唱三叹 余音鸟鸟 京剧融入了流行的节奏 独特的唱腔 将金腔与歌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让观众领略到了中华戏剧的无穷的魅力 肖敬腾是第一次尝试京剧 他只用了两天的时间 就把五家铺2021里的每一段台词 都练得炉火纯青 但这一切都是张琪一丝不苟地教出来的 肖敬腾也是苦练出来的 张琪表示 这是他命中注定的 他喜欢这首歌 所以他对这首歌很有好感 所以他决定将这首歌推广出去 经过第一轮的比赛 跳述发生了变化 本来只有两支队伍进入决赛 但因为两支队伍都被打成了平手 这才让所有人都进入了决斗 第二轮 绘身绘色第一个出场 陈慧贤与孟慧原和唱了一首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这是陈慧贤第一次尝试乐队风格的歌曲 与之前的五人乐队不同 慧身慧色已改以往的抒情风格 轻快动听的旋律中 多了几分轻松 多了几分轻松 一瓶魔力药剂 一天的快乐 陈慧贤以前也唱过一些快歌 但从来没有唱过这么一首歌 他说如果时光倒流 他可能不会再做这样的歌了 孟慧原说 他选这首歌 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音乐并不是很有信心 所以才会选一首大家都听说过的 尽管他自己没有这个胆量 但这首歌的神奇要剂 却是勇气 让所有人都认识他 孟慧原还在现场演唱了一首 名为植物学家的女儿的原创歌曲 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第二位出场的是欢乐飞虎鸡 周传雄与陆虎全新打造的中华民谣 延续了传统唱法 融合了自己独特的旋律与风格 让人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春节气息 而这首曲子所传递出来的 则是一种古老而优远的韵味 陆虎说他爱国风 爱民间音乐 跟这首歌曲有很大的关系 周传雄也说了 他也是个很爱音乐的人 所以他写了一首歌 剩下的热气腾腾 老马和小羊羔还没来得及表演 将在下一期节目中出场 谁将拥有优先挑选队友的权利 谁将会组成一支队伍 请拭目以待